大家好 虽然说目前的情况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点正能量 我们今天要带来另外一款可能会在今年登陆马来西亚的新车 这款车型啊其实大概是在好多好多年前就讲到来了 它就是 Nissan Kiss Nissan Kiss 这辆车其实在 2016 年就已经在南美市场还有北美市场开售了 这款车可以说是为了巴西、旅业、奥运会推出的车型 只是在当时因为这款车发布之后 全球市场都觉得这款车的设计很特别很好看 所以 Nissan 才会把它变成全球车 可是在小改款之前它只有在像是台湾、中国、美国还有南美洲市场贩售 它只有左驾车型 一直到最近啊 Nissan 才推出了这个右驾车型的小改款 因此这款车才有机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其实在 2019 年的一项 Nissan 试驾活动上面 Nissan 的高层就宣布了三款车会来我国市场 分别是 Almera Sufi 还有 Kicks 而我们也相信在 Almera 已经发布之后 第二款来到马来西亚的 Nissan 新车就是 Kicks 了 我国的 Kicks 跟泰国一样 会采用 1.2 的 E-Power 混合动力引擎 为什么那么肯定会用这具引擎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 Nissan Malaysia 它们在本地研究这具引擎 已经测试这具引擎已经测试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印象之前我们看到很多 Nissan Note 在马来西亚市场测试 所以当时就有传闻说 Note 会来马来西亚 但是其实不是的 Note 在马来西亚测试就是为了测试这一套 1.2 的 E-Power 混合动力引擎 我本身也有看过 Nissan 在这个空旷的场地上面测试这辆车而且是非常的多 我也向他们问过为什么你们要测试这辆车 得到的答案就是他们在测试这个 Powertrain 所以基本可以肯定 我过的 Nissan Kicks 就是采用 1.2 的 E-Power 不得不说的是 Nissan 在混合动力的这一块还是很努力的 像是之前的 Serena 还有 S-Trail 其实都有混合动力的版本 而这次 Kicks 如果也来混合动力版本 我们也不用太奇怪 你不要觉得这具引擎只有 1.2 的排气量可能会不够力 但是它的总和最大马力达到了 129 PS 峰值扭力 260 Nm 根据泰国媒体的实际测试 它的 0-100 加速为 9.33 秒 放在这个极具的车型里面 它的这个加速其实表现也不差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如果车子载满人车子会推不动 而且因为它是混合动力的关系 所以它的油耗表现也会很出色 在外观上面 虽然说审美观是 是见仁见智 可是我觉得这个小改款的 Nissan Kicks 外形其实还是非常的帅气的 LED 的透震组 LED 的微震组 都让它非常有辨识度 而这款车其实是一款 B-Segment 的 Crossover 它和 Almera 还有 Micra 属于同平台的车型 所以我相信因为 Almera 已经是 CKD 的关系 所以未来这款车同样的也是会以 CKD 的方式翻手 至于在内装方面 它的内装因为和 Almera 跟 Micra 是同平台的关系 所以它们也共用了这个内装的设计 如果你看过 Nissan Almera 的内装 你会觉得这个内装的质感设计其实都还不错 而且中间的那个萤幕我很喜欢 因为它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不过我相信马来西亚版本应该只有 Apple CarPlay 而已 因为 Almera 就是这样 剩余的细节啊 乘坐起来的舒适感 相信也和 Almera 一样会非常的舒服 是一辆很适合用作家庭车的 SUV 车型 在泰国方面的 Nissan Kicks E-POWER 搭载了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包含了像是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的安全配备 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 Nissan Kicks 同样的也会拥有这些的安全配备 因为这几年其实 Nissan 在安全配备上面都是很有诚意的 像是 Almera 就全车系都拥有这个 AEB 还有前方撞击意境 Nissan S3 上面也看到了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的先进安全配备 如果 Nissan Kicks 要在马来西亚有一番作为 这些配备肯定是少不了的 所以 我相信它应该会有 至于这款车什么时候会上市 其实我个人估计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啊 但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可能导致这辆车再一次延后 因为实际上这辆车应该在2020年就要发布了 虽然等了很久 但是我相信好的东西还是值得等待的 Nissan Kicks 在整体来说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 都很均衡 至于它会不会在马来西亚市场打出一片天地 那个就要看售价了 因为这辆车很大可能是CKD 所以我相信它的售价不会太贵 我个人预测它的价格会在13万令吉里面 你觉得这辆车会卖到钱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OK啦 这一期的新车讲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你还有什么想看的新车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会找机会多做一些类似内容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啊 OK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